這是 我們就貴了吧 一人周杰倫也愛線上遊戲 而且即時轉播 超過百萬人在網路上收看 電競產業不再只是大電動 現在已經成為國際比賽 創造出規模龐大 粉絲經濟 各國選手齊俊 準備一較高下 打出名氣之後 隨之而來就是百萬年薪 從電競主播 賽評到直播 都能創造周邊效益 現在全球電競市場 一年能達百億台幣產值 電子競技 觀眾數也有上億人 台灣一年產值能達數十億台幣 未來商機上看百億 不過卻一直無法領先韓國 韓國在電競比賽中 已經是常勝軍 相較台灣沒有太多資源 還是把電競當成打電動娛樂 背後隱藏百億商機 卻不被重視 競爭力下滑的還有筆電產業 筆電打出價格戰 重買氣 無奈景氣差 傳出宏祭要縮減一成人力 華碩子公司資遣四十人 員工人心惶惶 科技大廠不願正面回應 這個在總部的權限 不知道我的權限 科技大廠開源節流 替未來不景氣做好準備 經濟持續低迷 8月景氣燈號還是藍燈 連續三個月都萎靡不振 財長張盛合信心喊話 希望下半年靠iPhone 6S 帶出台灣供應鏈 拉貨效應改善出口 蘋果手機賣得不錯的話 對我們的出口應該會有正面的注意 經濟差 產業想拼轉型 但最大問題在於政策不穩定 創新動能不足 拖累台灣競爭力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來看 今年全球競爭力 台灣逗退路變成第15名 成為亞洲四小龍墊底 好在還是贏韓國跟大陸 不想被銀頭趕上 除了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外 政策穩定培養優秀人才 也是當務之急 記者董宥峻 邱慕玲台北報導